于姐姐 方才那人真奇怪 你说 他受了重伤 还急急忙忙的 别是个贼人 怕被我们抓住 依依 或者是人家有急事呢 不然谁会不顾及自己的性命 这倒也是 但这个人怎么也知道这里有记录啊 小赵姑娘 这儿靠近关矮 你说什么人熟悉这儿的路呢 免 什么人 我觉得是军中人 只怕是军中有益 大撒官估计确实出了问题 这只鹰 貌似耳目灵通 知道的倒不少 真讨厌 怎么能比我知道的还多 英雄 我有一事想请教 玉池兄客气 什么事尽管说就是了 什么请教不请教的 咱们这都同生共死好几回了 哈哈 你这话说的 我只是奇怪 一个玄冥教怎么就敢 一图一国关矮 就算是得了什么炼制十字元的密法 应该也很难攻克关矮才对吧 玉池兄这是问倒我了 我也不知道这玄冥教 如何才能攻克大宋重关 但想来会勾结金贼 况且这其中估计不凡里应外合之计 毕竟朝中并非人人都愿北伐 救命啊 救命啊 可算遇见人了 快快快 有妖怪 快快救救俺 有妖怪啊 清风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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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小飞君 哼 终于要我来了呢 赴汤蹈火 赴汤蹈火 人家可久等了呢 赴汤蹈火 谁敢放肆 赴汤蹈火 掌控之内 赴汤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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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不过如此 作词 李宗盛 呈尊神之命 没想到沙漠之中 竟会有此等妖物 一定 莫要跟他们缠斗 前方有处烽火台 我们先去里面陛下 来 举个胜负 过蚪蚁 掌控之内 来 举个胜负 副汤导火 就是现在 夜晚正是这些妖物 作乱的好时候 我们先在此处歇脚 等天亮再赶路吧 定不辱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 oct 您 可先在两个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